那我們數到三一起跳 好 一 二 三 跳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說的千千 今天我們要來開家園工餐廳了 今天要來開的東西 非常的就是我本人 很久之前曾經也想要做的職業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新宇航空的員工餐廳 你知道我曾經想當空姐 所以我今天一進來的時候特別的興奮 我們今天呢 除了要開箱他們員工餐廳之外 也要來體驗一下空服員的訓練 因為畢竟我現在就是18歲 已經是大概10周年起跳了 可能這輩子也沒什麼機會再進來了 所以呢今天要好好得一次體驗個夠 就出來奔跑 大家好 你好 怎麼稱呼 我是Kevin Kevin嗎 那Kevin在新宇航空做多久了 我從這邊開餐一年半到現在 之前是做這個職業的嗎 之前從17歲就開始做 17歲喔 對 對 對 那今天你要帶我做什麼 我們今天會做泰式系列的餐點 泰式系列 等一下你先看我現在資質 你覺得我怎麼樣 我覺得沒問題 沒問題嗎 對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這種拍網路裡面都會有一個 轉場要跳一下 好 那我們數要算一起跳 好 1 2 3 跳 走 他在搖你飛 他在搖了 他在搖了 對 或下降或是要轉彎什麼的 什麼跳 愛你怎麼跳 祖叔那我們今天要準備幾人份 我們平常午餐大部分都會700人 700個人的份量通常廚房裡面 或是幾個人一起準備 原本編制是四個 不過我們今天有一個 因為就是生病 所以我們今天是三個人準備 三個人準備 那早上大概幾點開始準備 8點半 8點半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麻煩主廚 帶我們去你的戰地了 好 沒問題 走 那我們 會撞到 我剛剛就想說 主廚的帽子 是 哇 就是這個 那現在我們就一人一鍋 一人一個 那主廚你們這樣子 員工的餐廳的那個 餐點啊 你會隨時 就是每週都會換 那你會怎麼設計啊 我會怎麼設計喔 對 呃 一方面是 就是所有廚藝的經驗累積 對 那再加上平常到外面去 常常多吃 多吃多看 那你最得意的一道菜是什麼 有沒有 我跟你說 我每一道菜都是精心設計的 你 他剛剛有一種 感覺很像台哥照的旁邊的感覺 我跟你說 特別自豪的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輪回來過 因為我會喜歡一些 創新不一樣的餐點 哇 這段話相當的囂張 沒有啦 沒有囂張 所以今天吃到的之外 其實也是從來沒有在這邊使用過的 然後也是你自豪的餐點 呃 對 你為什麼 剛才講的那麼自信 然後現在很心虛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嘗嘗看目前辦的問題 好 那通常你準備的時候都大概會準備幾種幾樣菜 我們是一個主菜 一個主菜 兩個配菜 兩個配菜 然後一個青菜 兩個配菜 一個青菜 一個青菜 但是我們今天的青菜就直接用青木瓜 青木瓜 好 主廚 我可以教你喔 青木瓜的泰文 是 青木瓜的泰文叫 宋丹 宋丹 嗯 宋丹 來 大家可以跟著我唸一次 宋丹 Yeah 看天天的影片還可以講知識啊 我覺得你的泰文很厲害啊 沒有 我只會這個 主廚 我覺得我辦得好像比較漂亮耶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看 直接 直接句點文 要不要形容一下 你覺得我的辣度大概對你來說是怎麼拉 你覺得我的辣度大概對你來說是怎麼拉 主廚有沒有在看 平常有沒有在看YouTube的 有 那你最常看誰 我就站在你旁邊 你先投資跑一下 當然是 當然是天天的頻道 有沒有聽到 剛剛前面那個威脅先剪掉 主廚 是 請問青木瓜涼拌的泰文怎麼唸 宋丹 宋丹 最後結束前再考我一次 好 好 應該 我會記得 好 下班 我累了 用拉刀的這樣子嗎 拉刀的方式 對 沒錯耶 欸 你看這個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因為你是準備午餐跟晚餐 對 那你們通常晚餐的時候 都會幾點開始準備 晚餐下午2點半 2點半看 休息到2點半就會太短 哇 那很短 然後差不多就這樣 從那邊讓它拉起來 好不好 我跟你說 有沒有 有 好 那我們就試試看囉 都是假主廚做的耶 我有一種主廚其實默默的你知道 他沒有講出口而已 我覺得很好吃耶 如果以我個人的口味 魚肉可能會再多加一點 但蒜味跟辣味都很夠 接下來就是我 我倒的 來 主廚吃一下 好 我覺得我的比較好吃耶 好 沒問題 我們來吃一下剛剛的梅花肉 可以 哇 妳一口吃完 吃完 它咬起來完全不會柴 而且你是取比較中間 也不會很乾硬 嗯 好吃耶 好吃 那主廚你有覺得本人比較漂亮嗎 當然有 當然有 這段有嗎 這段有嗎 有嗎 有喔 有喔 那個點頭有喔 好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我們裡面的備菜作業 對 我們現在要準備把它打到檯面上面 打到檯面上 等一下我們同仁來的時候就可以享用 有 我剛剛有學到 它就是先這樣子倒 然後這樣一直拉過去 來喔 上菜喔 放個一片 然後這是泰式的梅醬 我覺得這配得很好耶 因為炸物不是很容易膩嗎 它再配上梅醬這種酸酸的味道 就很容易解膩 欸 我發現有一個bug 就是我本人是桌撇子 它是一個湯勺 主廚 這是我切的 因為它好像特別厚 有 是嗎 好像是 對 它比較厚 是嗎 好像是 對 它比較厚 補滿了 完成 主廚 現在差不多了之後 你覺得我今天表現得怎麼樣 非常好 那如果我來當你的廚房的員工 你是OK的嗎 我覺得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我還是吃就好了 好 謝謝主廚 謝謝Kevin 謝謝Kevin OK嗎 拍一千幾個人拍就好 你有嗎 然後你幹嘛 我們今天呢 用餐還有學長姐跟我們一起吃 我突然就是很緊張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們的 部門 部門是通常在做什麼 比方說訂訂飛行員的訓練啊 標準啊 然後飛行員的招募啊 然後飛行員的頒表的安排啊 都是航務處在負責的 所以有人說你長得很像韓劇的明星嗎 沒有 怎麼可能 很像路人家 不會 因為我剛剛腦子有出現一些韓劇的明星很像 謝謝 因為這個人質如果看到我就一定來啊 對 所以他們在我們面試的時候 我們好生看到學生都很高興的 就等下那種溫柔的感覺 謝謝哥 那實際溫柔嗎 就是他們把人召進來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做訓練 那就是我的單位 那是排課程對不對 排課程 然後還有有可能送到國外去受訓 那你們覺得今天的餐點跟平常比起來 有特別的好嗎 還是差不多 今天很明顯就是泰式風味餐 因為我剛剛問主廚他很囂張 應該不先多看一下 畢竟是我前一個學長你知道嗎 他的菜色從來沒有重複過 最早成績 真的 真的嗎 真的 我剛剛有同事認證耶 那你們吃到現在有沒有最喜歡 很希望他重複再出的那種菜色啊 我記得去年冬至吧 有那個麻油麵線 麻油麵線 對 然後還有一次有風味餐 是那個韓式年糕 然後配那個泡菜豆腐鍋 像去年的聖誕節還有什麼 霍林頓牛排啊 炸雞什麼的 炸雞有烤金 對 炸雞有 炸雞有 所以我可以偷偷問一下幾歲嗎 三 三叉 三叉嗎 五前還是五後 五前 那我們差不多 希望你幾歲 很年 很年嗎 沒有 你比我們大 沒有 我比你大 那疫情的關係有覺得在辦公室裡面做落差有很大嗎 因為疫情的影響 對我來說的話 招募就的確有受到影響 就像去年的話我們一直有routine在招那個培訓飛航員 去年就暫停了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說空服人員就是護理人員很適合去 因為滿容易上的 但是我就是看到多億五百分之後 還有人跟我說那個五百分真的非常低 我想說我去考可能連十分都不到吧 這這對安靜是什麼意思的 哈囉 薛姊 那你有很期待跟空服人員或什麼其他一起做嗎 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吃飯就是放鬆嘛 所以大家有時候自己吃就 吃就上去睡覺耶 不會特別 是嗎 不會是認識的啦 你們有吃到哪一道菜覺得特別好吃嗎 我滿喜歡這一道的 涼拌的 涼拌的是不是 學姐咧 我也喜歡涼拌的耶 你覺得它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青木瓜絲滿好吃的 滿好吃的是不是 那學長你覺得青木瓜怎麼樣 滿順口的 滿解膩的 那一道還加入我們的愛 嗯 我剛剛是不是就說這道是它就什麼 屁啦 你剛剛明明就是講這一道好吃 但我一直以為那個航空公司的那個員工餐廳 會吃到那個飛機餐跟機上的紅白酒啊 可樂啊或什麼之類的 畢竟要上班 然後不會讓我們喝紅白酒 那你現在如果可以出國第一個最想去的地方呢 韓國或日本 我也是 學長你呢 我想去美國 美國 好 我不想這樣 學長你剛剛說什麼 那學長你想去美國 我還是有關係學長 學長姐你們有希望之後 就是廚房可以出一些什麼餐點嗎 許願一下啊 Kevin我不是在逼你 真的 你相信我 日本拉麵 大阪收 那拉麵有想要什麼口味嗎 還是都可以 只要有拉麵都好 童骨拉麵好了 童骨拉麵 學長 我想要西飯還要海鮮串飯 番茄冷湯 喔 番茄冷湯就比較難一點點感覺 對 凱文 Kevin 謝謝 謝謝凱文 有想要學問什麼甜點嗎 奶酪 奶酪 奶酪還好 奶酪不難 你幹嘛講我 等一下 你們現在是打情報秀是不是 你是在震動間 我是不是看到空腹園了 他們是現在正在受訓的空腹園 是不是看習慣了就沒有這個感覺 我們不是在這個領域嗎 所以 他已經習慣了 腻了 我還是很期待啦 他就沒出國了 他就沒出國了 腻了是不是 不會 不會 我下次出國一定要 西餘的同事們 他叫Edward 他說他腻了 然後今天也非常的謝謝Edward 跟Sherry 學長姐 今天就是跟我們一起用餐 然後順便給我問了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 其實我很多私人的問題想問 但是我想說問一問 我們私底下聊 我們私底下聊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今天就是我的同事去你的大粉 然後 這樣你為什麼再一次感覺就特別心虛 然後他請我就是放大粉 這麼大粉喔 怎麼會有人 等一下我看一下你口袋到底多大 我剛剛這樣抽出來 這也太大粉了吧 好 好 謝謝 沒有辣 對啦 都已經來心虛航空 怎麼可以不體驗空服人員的一些基本訓練 我們這位呢 來怎麼稱呼 嗨大家好 我叫news news在空服業大概做了多久 我是2012年進入航空業的 所以算到現在大概快十年了 因為他們剛剛有偷偷跟我說你是做舱長 對 那你看一下我 你覺得我現在整個人的感覺 非常適合當空服員 有符合嗎 有非常適合 那你覺得這包頭有綁得好嗎 有 因為是我綁 那我今天主要要學的東西 今天首要學的呢 就是初階版的 在經濟艙會 怎麼如何的去服務客人 你好 歡迎登機這邊請 你好 歡迎登機這邊請 嗯 秋雜你們這些人 怎麼了 Good morning welcome aboard 等一下你我們不要自己先想 Good morning welcome aboard 嗯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機上經濟艙 備有的飲品有什麼呢 那我們通常最基本的就是有各式的果汁 那為什麼這兩邊要特別分開放 因為這個是我們推餐車出去 擺在客人面前 我們會有這幾種果汁可以放在上面 讓客人做選擇 可是餐車這麼小 這麼多品怎麼會放得下去 對所以我待會兒會教你怎麼放 好 驗收的時候就看你放不放下去 好 這個感覺超難耶 這個感覺很容易不穩 而且因為機上又會晃來晃去的 到的時候因為機上會一直晃 所以你要怎麼樣讓自己很穩 核心要很用力耶 應該是說你拿的方式啊 盡量靠近你自己 那我來倒倒看喔 好啊 來 今天就蘋果汁 謝謝 謝謝 換你這件好漂亮喔 對啊 大家都這麼喜歡 我覺得很穩耶 我覺得你的姿勢還蠻穩的 真的嗎 真的真的 好了啦 可以打工的啦 對啊 真的都很穩 那我們待會兒就要先換妝 好 來教你如何塞餐囉 好 所以我們換一個畫面的時候 都需要調價 好 好 那我數到三喔 好 一二三 欸 選得不掉 好 選得不掉 好 選得不掉 要就跳一下 好 就跳一下 好 一二三 OK 好 泡完妝之後呢 就是加上圍裙跟手泡 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我們就要來把我們的熱餐 轉到這個餐車裡面 好 選你覺得如何 很好啊 我覺得你塞得非常好 太厲害了 很厲害耶 對啊 再來一點 再來一點 好 這邊 我們會介紹 經濟艙的點餐技巧 我們今天有 普通 馬告 鹹豬肉 左配 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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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好 另外一個就是 焗烤牛肉漢堡排 左配 番茄 米館麵 因為學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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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台灣 刺抽 馬告 左 學我們下一個是什麼 你們不學這樣 等一下 你們 妳們背得起來嗎 講一講 台灣鹹豬肉 左 刺腸飯 第二行 焗牛肉漢堡 番茄 冰塊麵 好 錯 馬哥 對 因為他不好 前面這個餐隊的不要理他 現在為您提供餐點 我們有不同 馬告 鹹豬肉飯 另外一個呢 焗烤 馬鈴薯 漢堡 焗烤 焗烤 等一下 胡桐 鹹豬肉 我跟妳講 這個就是我考試沒辦法考上的原因 不然就是胡桐鹹豬肉配飯 胡桐鹹豬肉配飯 胡桐配飯 那現在課程進行了差不多到一個段落 我們待會要馬上進入驗收的階段 胡桐馬告 胡桐馬告台灣鹹豬肉怎麼吃這種飯 哇 這怎麼會這麼難啊 好 好 所以那我們接下來到這個地方要幹嘛 我們現在要準備驗收 驗收篩餐 我幫你準備好熱餐放在這邊 然後你要把熱的餐把這個雙面塞滿 好 沒事沒事沒事 其實我發現這裡有一個很難的地方 就是你會一直蹲起來跟站起來 然後就會考驗你的那個腿的歷史 沒錯 這不是一個變態的發言喔 好 完成 很厲害 我來囉 好 好 學院 完成了 你真的很厲害 可以嗎 這可以嗎 學院不知道是對的 快點換聲音 好 沒有人 沒有人 你好 我們今天有 胡桐馬告鹹 台灣鹹豬肉吃雙飯 以及 焗烤牛肉 漢堡排 做番茄筆館麵 有需要哪一個嗎 嗯 這肉 豬肉飯很好 嗯 撐點 你可以進去 那我們 那有需要什麼 副餐的飲料嗎 我們有各式的果汁 有可樂 然後也有紅白酒跟啤酒可以做選擇 紅酒 紅酒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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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今天有 胡桃馬告台灣鹹豬肉 有吃雙飯 然後以及 你焗烤牛肉漢堡排 做番茄筆館麵 有消息嗎 番茄麵 番茄麵 好 稍等喔 這邊是您的餐點 下午飯 好 沒事沒事 好 太美了吧 太美了 太美了吧 太美了吧 我也一大都濕了 那學姐你覺得我這樣子 怎麼泡下來的話 你覺得 我給你打 接近100分 接近100分 然後你很棒的一點是 你都有微笑的看的客人 別說心虛的笑容 真的 然後飲料到完 你都還有記得再把它蓋回去 然後蓋子你也沒有把它放在這個高高的地方 就是你非常注重機上的安全 好 很棒 好厲害 很棒耶 那我們體驗完空服人員 實際在機上操作的一些工作內容之後呢 也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搭飛機了 也很久沒有吃飛機餐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來體驗一下他們這邊商務的 商務的餐點 商務的餐 商務的餐點 機機餐的餐點都會準備給你試吃 好 終於可以來吃我剛剛一直背不起來的這一個是 來 各位 觀眾你們從我剛剛念到現在 你們先自己想一下全名怎麼念 來喔 先 3 2 1 不可以拉回去 好 OK 全名是 胡桃 馬告 台灣 鹹豬肉 佐 翅蟲飯 再配上他們 他們居然有調酒耶 這個這杯叫讚男宇宙 你不覺得它整個顏色看起來就是 因為其實我看其他人開箱影片 我看到他們在拍這個的時候 你知道它是怎麼拍 就是配著那個天空 我覺得那個看起來真的超級無敵美的 哇 它酒味其實沒有很重耶 它是偏甜我覺得女生可以接受的那一種 然後是勤酒當基底 而且我覺得它喝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泰式的感覺 他們應該是沒有要給人家這種感覺 但我覺得喝起來有種泰式的感覺 先來打開這個 我覺得我現在有一種真的在出國的感覺 不然我們先飛到韓國 好啊 吃到一下泰銘 它剛剛說味道很重 但聞起來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重口 就是一打開沖上來的味道 只有香氣 喔 它很香耶 而且它的那個鹹豬肉的口感非常好 它是嫩 然後紮實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柴的那一種 而且重點是它的瘦肉的比例 其實算是比較偏多 可是你咬起來口感很好 而且它麻糕其實沒有到真的 因為其實我有點害怕那種麻糕味太重了 但我覺得它很剛好 下面的赤蔥飯啊 我剛剛其實 因為大家應該有預期 如果你在飛機餐吃到的那種蜜飯 不是通常都會糊糊的嗎 但它有點神奇 是它軟 但是它的口感還是 算是還滿粒粒分明的那一種 而且還滿好吃的耶 然後我還是要再講一下 我覺得它的這個鹹豬肉這個很好吃 感覺我等一下吃著吃著 可能就會睡著了 這酒精濃度多少 大概十幾% 先確認一下 順便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酒量都是很好的話冷靜一點 是不是知道 好可愛喔 你看它 這個好適合小孩子點喔 你看這個 它的剖面這樣 它是有肉汁的耶 我剛才在想說 這種漢堡盤 它這麼厚一個 中間應該滿乾的 大家覺得它是有肉汁 而且它的那個牛肉的香味 夠又不會到太鹹 然後起司的味道還滿剛好 不會到太濃 而且它那個番茄鼻管麵的口感 不會到太軟 Q度還滿剛好的 但有些人是不是喜歡偏硬的那種麵體 我其實是喜歡吃偏軟的 所以大家都會一直說我是小孩子口味 但我就是小孩 它這一杯是 其實我剛剛在外面有先喝了一個這個 然後我就瘋狂的一直拿起這一杯 其實因為我們平常工作人員全部都是女生 然後現在外圍在一堆男生這樣看著我說 我突然就有點害羞 不知道為什麼 吃完了經濟湯的兩個套餐 我覺得兩個吃起來其實我比較喜歡 像五桶的那一個 然後我其實還滿喜歡它的那個 煙鹹豬肉的那個味道 對我來說算是滿溫順的耶 就是它是重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刺激的那種鹹 所以我還滿喜歡的 還有它的飯 然後另外一款的話就是那個 焗烤牛肉漢堡排 佐番茄鼻管麵 它這麼厚我覺得它咬起來是有肉汁的 我覺得整體吃起來是還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它的調節 因為它的那個經濟湯可以點兩款調節 一款是Mojito 一個是戰藍宇宙 我覺得戰藍宇宙很適合拍照 它那個藍色跟它喝起來那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 很像我以前去泰國喝到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但如果酒量不好的話我們就先冷靜 就是你可以拍完之後讓給旁邊的人喝 如果你旁邊是認識的話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前進商務場 哇 但是商務場的座位 這個是舊式的座位對不對 這個算是主員拿來模擬訓練的 模擬… 好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這個 跟鳥喜合作的 它整個擺盤看起來真的是太豐盛了 它有一點不知道要怎麼這麼喝 雞腿肉 它的肉它的調味其實都沒有到非常的重 它卻沒有那種肉的三味 尤其它的雞肉 它雞肉的口感就是軟嫩中 還是帶有一點點那種扎實的口感 我就很喜歡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雞腿肉還帶皮 我覺得口感很好 然後它的這個飯啊 它是甜的 但配上那個 吃起來鹹味比較重的 所以你這樣吃起來的時候 它就有點甜鹹甜鹹交替 我那邊吃的時候 哇 好喜歡喔 再配上最後再喝這個 好 可以 下一個 它剛剛有跟我介紹 我覺得這還滿神經的 它是虱目魚欸 這個虱目魚醬好好吃喔 大家知道那個虱目魚的那個味道會很重 所以我剛剛吃 先沒有加檸檬的 我覺得吃起來味道已經還滿ok了 然後它食物想起來還滿夠的 但是又沒有蓋到虱目魚本人的味道 但我覺得有點神奇的是 通常加上檸檬之後 應該會蓋掉一點魚的味道 但我覺得它擠了檸檬之後 反而把它那個鮮味給提出來欸 哇 好泰國喔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快下班了 我現在精神突然又來了 大家有感受到嗎 因為這個米 它的那個粒粒分明跟顆粒感比較明顯 我覺得這是好的 這是好的 很不像機上會吃到的 軟軟糯糯的那個米飯 我覺得大家應該懂 懂我意思 來大家敲一下 東條的這一款吃完了 然後我個人很喜歡它的這一盤 麵包 然後跟濕木魚醬 然後配香酪梨醬這個 因為他們商務商 其實提供了五款調酒 其實我剛才已經外面 就五款已經喝過了 他們現在瘋狂了 準備要蹲下來 等一下你們是想把我帶回家嗎 大家來搭新航空的話 就是如果酒量還不錯 或是想要嘗試看看的話 我都還能推薦大家點點看 我們今天呢 星宇航空的員工餐廳呢 體驗完了 我覺得一整天體驗下來呢 我真心的覺得說 嗯 空服員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辛苦耶 員工餐廳當然也很棒 因為我覺得員工餐廳他們其實每天 尤其是你知道主廚凱文 就是我覺得可以在短時間 變出這麼多樣的餐點出來 我自己覺得還蠻佩服的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